这五十来个字实际上就是对两句话的诸解吧 确实很难理解 余游任他为什么要临摹这样一块汉砖呢 而且这个字也写的是很潦草 属于当时比较草率的书法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钱庭千里 这两天我对余游任先生临摹的一件书法作品 叫做公羊转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块砖上写了有五十四个字 这五十来个字呢 实际上就是对两句话的一个诠释 诸解吧 这两句话也只有六个字 六个字用了将近五十个字来注释 这里边呢他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写的是元年春王正月就这么六个字 那么下面呢都是对他的这个解释 那我查了一下这块就是公羊转砖 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信息呢 我看了一些信息啊 其中的都没有谈到 这个这块砖上面记录的一些价值 你说他有什么价值 他也没什么价值就是明显的是什么呢 明显的就是照抄或者是背诵 公羊转里边的内容的 这个呢表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重要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这一件这个砖块的这个创作时间呢 据考证是产生在汉章帝时代的元和二年 也就是公元85年 那么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有一些比较大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汉章帝 呃拜访了孔子的这个决礼 到那个地方去呢 召见了孔子的后裔 还有呢在元和二年这一年呢 颁布了这个统一的律令 就是我们采用了天干地制的干支纪连法 这是一个律令 在这片砖上的注释里边呢 就有一句话 说谈正月就是谈大一统 所以他的内容重要的是体现了 当时的老百姓对于国家的大一统 统一政策统一制度啊 统一法令是吧 甚至于包括全民的啊 这样一个思想上的凝聚力 是表现了一种支持 我觉得这块砖的意义呢 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肯定的 因为他同很多的杯都是不一样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块砖的内容 以及呃 于优润先生的临摹 和这块砖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以及于优润先生是怎么样来理解 呃东汉时代民间书法艺术等 那这就是东汉元和二年的一件砖刻吧啊 这是在砖上应该是刻出来的字 那么这全都是用刀刻出来的 应该说呢这个和写呢 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呢这也是一种当时呢民间啊 经常这个随便写的一种字 应该说呢这是一种草树 那这就是那块砖 那是砖的踏本 这是于优润先生临摹的这个踏本啊 他在临摹的时候呢 临摹的啊 完全和这个原来的这个本子呢 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呃这个应该说呢 是属于翼灵了 也是他的这个对于这个书法的一个体验啊 这块砖呢是出土于1925年 一直呢是收藏在于优润先生的手中 已经周转 现在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他写的内容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两句话 元年春王正月 就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呢是公洋传里边的 这应该是春秋里边的话 所谓的传传啊 是对这个春秋 左邱明的左侍春秋的这个祝姐 那么这个祝姐呢 是公洋传里边 公洋传祝姐呢 是孔子的一个弟子叫紫夏 紫夏的这个弟子 叫公洋高 他是在战国时期呢 对这个春秋呢 做的一些祝姐啊 这个后面的祝士的文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 祝士是元年 这和君之始年 什么意思呢 君之始年就是帝王的啊 这个第一年年号啊 也是叫年号第一年啊 君之始年 春者和岁之始也 王者淑未 魏文王也 何为先言 王而后争月 王之争月也 何言虎王之争月 大一同也 这总共呢 是54个字啊 我们看了 这个书法的特点呢 他是隶书的 这样一个体制 那么这种隶书 我们看他的比较写的 比较征的一些隶书啊 隶书比如说元字啊 年字啊 包括这些春字呀 这些隶书我们看 就是他的隶书的 这个特点来看 都有点很像 比较早期的隶书的特点 所以说这个 这种隶书 即便他写的是 楷化式的隶书啊 应该说呢 还是属于 传播的比较 基层的 没有更新的 这样一些隶书 因为这个书法呢 是写于什么时代呢 写于东汉 张帝的元和二年 就是公元85年 那么在公元85年的时候 改革比较进步的隶书呢 已经进入到了 就是残头厌尾 非常突出的 这样一些隶书里边去了 当然这个隶书呢 我们想 我们一直在讲啊 这个隶书呢 隶书的本体啊 它本来就是一个草书 本来就是草书 那么这个隶书 草书自身的楷化过程呢 才逐步的形成了 凯化的隶书 也就是我们讲的 以残头厌尾 这样一个风格面貌 笔法为代表的 汉代的隶书 那么汉代的隶书 较为成熟的时期呢 就是走向成熟的时期呢 就是西汉的末年 那汉宣帝之后啊 到大约就是汉章帝 这段时间已经是成熟了 隶书成熟了 那么汉章帝之后呢 大量的这个隶书呢 非常优秀的隶书啊 比如说啊 像这个什么 孔子庙碑吧 是吧 孔子庙碑里边的 这些史诚碑啊 非常的标准了啊 非常的呃 这个有代表着一种啊 这个当时的楷书的 这样一个体制的这个地位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这件书法作品呢 应该应该说呢 那是民间的啊 嗯 这样一个 有着草书意义的书法 再一个呢 他也是刻出来的 我们看啊 就是在这个 余悠任先生在临摹 这个书法作品的时候呢 他并没有按照原来的 那个贴上去 因为他本身也不是太成熟的 那么呃 这个余悠任先生自己呢 他对这个隶书呢 也是有研究的 不是说没有研究 当然里 当然这个 余悠任先生研究呢呢 是比较成熟的那些隶书 对于这些不太成熟的隶书 并且呢 是草书体系里边的书法呢 他当然 呃 好像还是生书 呃 比如说他写这个文王的时候啊 啊 你看这个文字 你看写的啊 已经是跟那个贴里边完全不太一样了 呃 那这是余悠任临摹这个字贴的 嗯 他就是一种啊 一种感受吧啊 呃 因为他也是最早的一个收藏者 发现着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他也能够去认真的揣摩和体会啊 古人草书的笔法 因为毕竟余悠任先生呢 他也是研究草书的 而且对草书特别的感兴趣 所以对这个书法呢 就有一定的啊 这样一个学习常识吧 呃 应该说呢 也是他学习的一种方法 有些字呢 直接得到了改 呃 直接被他改造的 比如说君字 和君的君啊 原始的始 还有这个和为啊 先言王的这个威字啊 威字 为啊 这个字呢 重粹就改成一个简化式的写法了 原来的稿上呢 写的是呃 那个繁体的那个威啊 都被他所有所改造的 那么这种书法呢 实际上呢 就是一种 为自己学 并不是完全 去照着他那个临摹 呃 同时呢 通过他的临摹之后 我们看这件书啊 作品和原来的 就是呃 余润临摹的呢 和原来的啊 那种草书的自然气息 大不一样的 这是一种差别 当然这不是说 余润先生 呃 好像是一定要啊 怎么样的脱离啊 当时那个气息还是什么 从书法上来讲呢 他是有一种 整理的感觉啊 有一种体验和整理的感觉 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模仿 你还是怎么样啊 他是这样一个感受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从学习的意义上来讲 像这种隶书 在学习上的参考价值 不是太大啊 只能说是可以看一看而已啊 再一个呢 这个作品呢 余润先生也很重视啊 不但自己学习 而且呢 你看啊 他还赠给了一位同事 或者朋友 叫耕油 他写的是耕油地正之 这也是一个落款的上款啊 体现出了一个书法利益 什么呢 就是对朋友的一种 已有相待啊 是这样一个关系 同时呢 他也有自己的落款 而写上了公养专文啊 也写了一个这个文字的来历 总的来说呢 我们讲啊 就是余润先生临摹 这件书法作品 我觉得有点偶然啊 就是第一呢 就是他发现的时间呢 是在二五年啊 同时呢 在二十年代的这个时代啊 相对来讲啊 国民政府呢 正在推进这个国家的统一 所以说这后面一句呢 有一个和言乎王之争悦 大一统也 特别是对大一统的 这样一个提出 同时呢 我们看啊 这件书法作品本身 他背后的故事呢 也是在这一年 就是汉章帝的员和二年 这一年呢 他也对国家的大一统的一些文化上呢 也做出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律力的推行啊 就是甘之纪念法的推行啊 等等啊 以及呢 对孔子庙的拜访啊 确定一步的确立了 儒家文化的崇高地位 这些都是国家大一统的体现 也是对于春秋三传 是吧 这个公羊传啊 什么两股传啊 这些的一种推崇啊 对儒家的推崇 所以在基层的这些儒生们啊 也是对国家的政策 比较满意 欢呼的 这是我们在这件作品当中看到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基层的一些 书法艺术的一些特点 是吧 当然这个书法作品也有很 写的很美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维子啊 写的很美 这个穗字呢 也写的啊 这个是吧 很飘逸很潇洒 这些书法呢 跟这个简读书法呢 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好 今天就是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欣赏和学习书法的快乐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 更多的批评和建议 我们一起走进书法 欣赏书法 谢谢